聽說有一種這種植物 會有個特殊的味道 科學家研究發現 它比殺蟲劑的效果還要更好 他就把它拿去放 就拿去放之後 從有沒有除不知道 但是感覺好像 讓很多貓昏倒了 他就把那一盆拿走 你說那個味道 他把那一盆拿走 他把那盆拿走之後 這一些貓全部醒來跟著他走 這個太詭異了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他那一盆 到底是什麼草本植物 竟然是貓薄荷 那是貓薄荷 貓薄荷有這樣的威力 對 很奇怪 當然就有 其實大概一兩百年來 就有很多科學家 當然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做研究 但是初步得出來的結果是說 貓薄荷對貓咪來說 有這種無法抗拒的魔力 所以只要聞到那味道 所有的貓都被迷惑住了 而且他們認為只有極少數 大概只有10%的貓沒有反應 所以你只有90的貓全都倒 對 全部都會對他有反應 而且每個的反應不同 有一些的話就開始 像後面上看到 整個變慵懶 甚至幸福到想打他 打滾那種感覺 有一些貓只是 那你說像話題當中這樣子嗎 對 然後你就看起來會覺得 他是不是是嗨過頭 還是怎麼回事 然後另外的話 有一些 甚至還被做成是這個貓咪 相關的產製品 然後在寵物店販售 我可以給你一個結論 他們聞到那貓薄荷 他們中毒了 他們吸毒了 對 所以我們才說 他到底是中毒 還是中血 還是中暑 你就搞不拉清楚 甚至有一些說 剛剛不是有一些貓看起來在啃 在吃 還有人說啃了 吃了之後 還有幫牠畫毛的效果 所以其實超級厲害 但是一樣是貓科動物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是小貓咪對不對 對 你看看你覺得大貓咪 你哪不能說 獅子老虎呢 獅子老虎聞到貓薄荷也會倒 而且如果你覺得獅子老虎爆 他們也幸福到想在地上打滾 會不會有一點詭異 是 結果沒想到 好像真的耶 真的也會 對 就有很多畫面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豹 有沒有看見 是不是 而且牠們還發現 雖然說每一隻貓 對這個貓薄荷 一開始的反應可能不盡相同 可是牠嗨完之後 牠竟然會躺下來不動 會靜止一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剛才說 畫面上看到一群貓全部躺下來 你看 我們剛剛講的豹 這看起來像是骷歌 所以美洲獅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這種比較大型的貓 牠可能對這一些貓薄荷 竟然也都有一些反應